四大评分标准第一集主题传议第二集 创意合奖出来 今集第三集就轮到讲艺术元素及设计原理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集 五星星出现的同学 考评报告的分数 达到五星星水平 拍B80分要有60分 今集两位主角 伊童取得61.7分 尊荣取得61分 分数比第一集五星星的同学 他们的答题技巧今集会公开给大家知道 艺术元素及设计原理可以分为两大部份 第一 配色第二就是构图 配色方面我们有请伊童出来分享一下 是餐厅中的Cashia的粉红顾客 植物很骚髒 水都打烂 那里有猪、蚂蚁、蟲 所以他就很生气 但顾客在那里 他就很害怕 于是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就有一种对比 我想说这张色调和这张色调 你都会用蓝橙做对比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红、橙、黄 通常都会用肤色和环境色做对比 所以就会用蓝橙 收紧完衣服 你会看到光位是黄 再过去是橙 再过去是红 就像是红、橙、黄、青、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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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挺有规律的 如果零基础 但又没有配色概念 怎么办呢 罐头一 鄰近对比色 先说鄰近色 以皮肤为例 肉色属于橙色系 光位加点白 暗位加咖啡 橙色的两边就是黄和红 再伸延开去就会看到所有颜色的排序 很容易找到鄰近色加进去 这样的题目是平外的世界 赚钱要做医生才是好 平外的世界就是 撕破了一个画和画笔 可能是他自己想实验的梦想 所以就用这东西去区分平外和平外的世界 有人不停强在你身上强加一些 他想要你做的事 但始终你个人不是一个公仔 你都会爆炸 所以爆炸 就好像议论是这样 跟另一边是相反的 人的蓝色是比较冷 因为他后面整个背景是 比较讲平外的世界 所以外面是比较暖 然后里面应该是比较冷 And I 想再高分一点 怎么办 那就要懂得透过色彩的形式 去表现主题 丰富情感 罐头2 色彩气氛 色彩都要有喜怒哀乐 证明你是懂得用正面负面的配色 画去元素上表达到主题的气氛 配色陷阱 不要用这个单式调去画 看下去就会过分单一不够丰富 讲完第一部分 我们现在就跳去第二部分 拿分位 尊永和我们分享一下 构图功略 HAPPY MOMENTS OF BEING ALONE 就是这样 我画了一个女孩 她是照着镜子 那个镜子里面有三个自己 一个是她本身 就是看着镜子的自己 一个是在跳舞 一个是在吃蛋糕的 这个自己带着前面有后面 这样就飞来飞来 嗯 这个构图应该挺好 构图功略 罐头1 前中后构图 构图的时候 记得先想到前中后景的安排 例如 我们在房间 前景 我们可以放一个主角 中景就看到这个环境空间 远景就是窗口外面 远处见到的景物 只要用重叠 每一个元素遮住后面那个 这样你很容易就会见到 前面遮住中景 中景遮住后景 这样就有空间感了 这个是午夜中的音乐精神 好了 即是睡着睡觉 有人打来摔摔摔摔摔 就是有两个女孩 她们睡着睡衣 然后她们就会见到 有个小孩在等球 但是走得很难听 构图就是一个透视 就见到她在这里是这样 标出来的 放射性 差不多是一个三个人的构图 两边两个人 这个焦点就是中间的一个 罐头2 一点透视构图 很多平卷员都说过 每一个画面 只要有一点透视就会觉得你会画画 和有画工 我们先讲讲这个作品 好啊 这个主题是什么呀 中领 没有重力的城市 在构图里面应该是挺高分 还有她有三点透视 有一个苦衷 好像跌下去的感觉 坠下去 那这个你是怎样想出来的 究竟这个故事发生什么事 这里做什么事 就这样 这个女孩 是 跟她的男朋友在这里 她在拍摄手机的时候 这个城市没有重力 他们两个就飞到她的天空 天空在下面拍蓝色 然后她的男朋友很不幸 就被这辆车撞到 这样就暈倒了 我们下期再见 构图陷阵阵 平卷园最怕是一些平面的构图 好像一幅墙 看不到很远的地方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大家应该很清楚 视觉元素和设计原理的分数 如何取得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怀疑之后 你就说 你不够时间了 是吗 虽然好像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 到最后一次 你不够时间了 我每一次都会说这句 每一次都会说不够时间 然后我很害怕 但是后来 后来 我就说 咦?你不够时间了 那次我画到她的样子 好像 快乐童年 你画不到快乐 我画不到快乐 她挣扎童年 原来她说 有去浴缸 两个小孩在那里稀水 但好像似乎浸死了 另外一位 但有这个比赛划过吗? 有 什么事? 什么事? 疑看人 我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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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英文名 中文名 GuGu 我对着你心臟病发 而且我觉得你中学和小学 都是被人叫 王俊宏 说够了吗? 小学是 我是总队长 风纪总队长 太阳终于由西边升起 你那些队员应该在 每天在打麻将 一开到P-Bird Room 就是这些 Mickey Mouse 你里面扮那只米奇豪雪 其实一直都是她本人来的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那么多了 你不能行吗? 你给他看 你不得了